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来人快一点 快开起来啦 小鸟鸟 说故事 大家好 今天讲的题目是 无私的回报 在荷兰 荷兰有很多的这些小鱼村 大家都去荷兰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 很多的土地都是跟海争来的 也有很多的小鱼村 村民都是依靠捕鱼为生的 很多小鱼村 他们都会自己组织救难队 万一有渔民出来捕鱼去的时候 发生海难 他们赶快就要去救援 自己自动自发的去救援 有一天 又发生海难 发生海难的时候 村长赶快召集的这些年轻的壮丁 赶快去救援 可是去救援 救完回来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个人 少了谁 少了保罗 保罗怎么没有回来呢 然后这个时候 村长赶快紧急 再召集大家 刚刚回来的人 当然不要再去了 现在没有去的人 有没有人愿意的 自愿的赶快再加入 我们要去救这个保罗 诶 这个时候呢 保罗的弟弟 当然自告奋勇说 我去 这样子 然后他的妈妈就说 儿子啊 你不要再去了 你的爸爸 几年前因为去去救援 结果呢 没有回来 你的哥哥 刚刚去救援 现在又没有回来 你呢 你不要再去了吧 我现在就生下你 生下你 我如果我也失去你 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依靠了 然后呢 村长大家 大家就对啊 你妈妈讲的这样也对了 可是呢 保罗的弟弟说 不可以 如果 我也不去 我如果不去 每一个人都说 让别人去好了 我们家里面 就剩下你一个 的话呢 那谁去救那一个人 啊 结果呢 这个 保罗呢 的弟弟 不管妈妈的这样的一个 劝阻 就跳上了船 然后就去了 当然 时间是很难熬的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过去之后呢 就算人怎么都还没有回来 那保罗的 保罗的妈妈呢 在那边痛哭流递 说你看这下子 我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这个时候 保罗的弟弟呢 远远的提着灯呢 站在床头上面呢 哎 慢慢 死回这个 渔港了 然后呢 大家就非常的高兴 然后甚至 大家连在村长 哎呀你回来了 你救到人没有啊 啊 他说 有 我这一次救到的人 回来了 就是谁呢 就是我的哥哥 保罗 我找到他了 哇全村的人啊 欢声雷动 保罗的妈妈 当然是最高兴的那一个 可是呢 如果 保罗的弟弟 没有呢 主动的自告奋勇 再去救人 保罗救得回来吗 所以 无私 有些时候 都给你一个 意想不到的回报 提供给你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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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